鲜肥市推动校园疫苗护照 非特定族群若要进入校园 都得要出示接种两剂疫苗证明的小黄卡 或者是健保卡 鲜肥市长侯友宜表示 目前只会用在校园 其他地方没有要实施 主要还是为了要保护校园的防疫安全 温土疫情持续升温 进出校园也要严守规矩 谢谢 有 谢谢 有 好 我们找一下 侯友宜亲自示范 非特定族群进到校园 要出示小黄卡 经过核对检查无误 扫描QR Code 才能进入校园 孩子如果有一个个案出来的时候 前班甚至全校都要停课 家长就非常的紧张 所以校园的防疫一定要锁住 所以今天很抱歉 我们不是在实施疫苗护照 最重要是在保护我们的校园安全 保护孩子们安全 所以今天一进来的时候 包括市长都要出示小黄卡 最重要不是限制大家什么样的人权 最重要是要保护孩子 新北的疫苗护照 目前只会用在校园 主要是要保护孩子 侯友宜强调会不断检视疫情的变化 随时检讨 现在还是以校园的安全为最重要 G9房间还是按照采访报导